晚饭以后 余曼丽回来跟你告别 通行证我已经准备好了 明天早上司机会送你下山 一路顺踪 我 我送你 我看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 你的善心和狭义心肠 挡不住战场上的残酷 敌人不会因为你今天生病了 就停止对你的进攻 在执行任务的关键时刻 就算你还剩最后一口气 你也要拼下去 否则的话 你就不是战士 不配做军人 军人也是人 云曼丽的意志力已经够强了 这是训练场 又不是战场 非要凭个你死我活 胜负输赢吗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不例外 你不例外 女人也不会例外 我会送你去军阀处 我要给全校的教官 和学员一个交代 我要打电话 你打给谁 谁是你的顶头上司 我就打给谁 你想越级汇报 没错 你是我的教官 我只能为你管 所以我要找一个 能管你的人 好 好 打电话 打 处长 他混过去了 送其一无事 是 他怎么样 应该没什么大碍 就是血糖有点偏低 再加上情绪有点焦躁 心虑不起 我打了他一下 他就能晕倒 也不是被您打晕的 他本身就血糖偏低 又饿了一天 再加上跟您吵了一架 情绪有点激动 您再打他一下 他就晕倒了呗 那他就是没事了 那不要紧 好好吃两天饭 好好休息一下 补充点营养 应该就没问题了 这邵宜兵 您是从哪儿招来的呀 这也太脆弱了 就这能上战场 对 对不起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不甘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我在这儿睡了多久了 这什么意思啊 你明天可以回家了 你不送我去军阀处了 只有军人才配去军阀处 你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 而我是一个刻板严谨的人 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 也到此为止了 现在是战事 我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力气 耗在 耗在一个少爷身上 就因为我跟郭教官打了一架 你就要赶我走 你的确不属于这里 我 去香港念你的书去吧 晚饭以后 余曼丽回来跟你告别 通行证我已经准备好了 明天早上 司机会送你下山 一路顺踪 我 我送你 现在 该把你的身世告诉他了 现在告诉他 还有什么意义呢 时机到了 现在告诉他 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你这么做是有目的的 目的你不知道吗 当初不告诉他 是为了让他对你产生神秘感 用你的单纯 你的美貌 让他对你产生兴趣 现在 我需要利用你的身世 你的背景去博得他的同情 也只有这样 才是唯一留下他的手段 你可以揭开我的伤疤 可以伤害我 我无所谓 我早就遍体鳞伤了 但我不能让你伤害明台 你用这样的手段 让他因为我而留下来 对他不公平 他不属于这里 这次离开 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妇人之人 是 他既然走了这条路 就不能回头 我知道你们两个都很善良 可既然做了这一行 就必须做下去 否则的话 总有一天这些善念 会害了你们自己 老师 我早就已经没有机会了 但明台还有 老师 我求你 放过他吧 放他走 你会面对什么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去跟他告告别吧 想说什么说什么 不然 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老师 我 好 他们 在最后 听说你要走了 有机会还会见的 不会了 这个送你 别嫌弃 虽说用的不是纯丝 可以是上好的年线绣的 喜欢吗 做得很漂亮 以针代笔 自隔三花 我会好好说着她的 景色 我的小明 好听吗 很别致 这个 不妨等以后想起我的时候 再打开看吧 以后我想你的时候 就来找你呗 是啊 到时候 草都郁郁匆匆了 看起来也挺好的 我走了以后啊 你就去找一个 比我更好的搭档 这样你就可以 早点离开君校 离开这个鬼地方 不会再遇到 像你一样的人了 你走了 我就死心了 走了就是走了 不管遇到任何事 都不要有回来的念头 千万不要学我 千万不要学我 不要回头